哈囉 大家好 我是愛麗絲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平常居家的一個身體保養的方法 今天跟大家首先示範的是我的這個手臂 你知道大家其實都很在意自己的拜拜秀 所以按摩的時候啊 首先你要用你的手 用一個虎口這樣子的一個手勢 然後呢 塗上按摩油之後 慢慢的 從你手 手肘的地方一直往上推 最少要做個25次 你會發現這邊有一個點很痛 就是這裡 按下去就沒有錯了 那裡就是一個淋巴 這個地方呢 其實你只要常常按摩它 你手臂裡面呢 一些老肺的角質 或者一些老肺物 它就會容易比較代謝 另外還有一個穴位呢 也是在淋巴的位置 它是在這個地方 也就是在你的腋下 好害羞喔這個地方 緊緊的按下去 它也非常非常的疼痛 這個穴位呢 平常常常的按 淋巴的穴位常常的按 它也會呢 刺激你的新陳代謝 如果再能搭配一些簡單的運動 就是更好囉 那平常我們小腿呢 因為坐辦公室也好 或是酒站也好 小腿真的就是很容易浮腫的地方 首先呢 你可以先從你的腳掌開始 這邊 先慢慢的往上 好到小腿的地方 其實小腿這邊有一條頸 這個頸是我們平常最容易腫脹的地方 通常來回也是做個20下 這就是小腿的方式 其實在 你可以慢慢的把它往上再推一下 因為我們平常都是站著 或是坐著時間比較長 也藉由這樣子的方式 可以讓你的血液循環 可以倒流一下 接著我會在呢 我的肩頸的部分去做一個按摩 那這時候我會換另外一罐按摩油 這個按摩油就是呢 整個肌肉放鬆舒緩的一罐的按摩精油 那像肩膀的按摩啊 我就會從這邊有一個比較緊的部位 其實你只能這樣按 慢慢的按 稍微 因為如果家裡有小胤兒都知道 你要抱小孩 然後右邊的肩膀通常都會比較緊 所以這時候搭配呢 專業的這種肌肉放鬆的按摩油 其實還是會讓你的肩頸呢 在睡前的時候 稍微覺得比較舒緩一點 那除了這個按摩油之外 我也會搭配這個呢 就是也是精油滾珠 你這時候要用的時候 我都會在這一條 你知道脖子後面有這條地方 就是輕輕的抹上去 晚上睡覺的時候 就大概刮個幾下吧 那裡面的味道啊 就是有薰衣草 蜜蝶香 然後還有一點點薄荷的味道 所以你也可以在你的太陽穴的地方 稍微抹一抹 就會讓你在睡覺前的時候 覺得心特別的近 那一整天下來 剛剛包括你的肩膀啊 你的身體啊 都得到了一個舒緩 所以也睡得特別好 那當然隔天一整天又可以的 迎接新的一天跟挑戰 在這裡 是用來的 是用來的 我為了 是用來的 這次的會兒 是一個很大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